王仲廉将军,他的一生,参与过三百多场大小战役,是著名的抗日名将,也是一位坚定反共的将领。 他在退役后,完成了征臣回忆这本书,他在书中这样写道,他虽然不擅长文字表达,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献丑,撰写了他的回忆录。 王仲廉将军,期望青年治世,可以借鉴历史的经验,做英勇的抉择,抓住反共复国的大好机会,参与革命,献身军旅,为国杀敌,亦显身手。 他相信,当反共指令发出的那一天,就是年轻人越马中原,媲美先进,名流青史之时。 他在最后写道,在写这本书的时候,他已经七十多岁,但他依然保持着老兵不死,壮志尤存的精神,略与年轻一代站在一起,并肩作战,为国家处一份力。